FMQ1.5 自由之下 漁夫自由騎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漁夫 真開心 今天又可以在空中跟大家一起來記名 今天的主題比較簡單 就是要說 電視台敢會倒 電視台敢會倒 電視台會不會倒 真的朋友說 漁夫你是跟電視台什麼完熟 不是完熟啦 我說一個最簡單就好了 各位如果記得說就是在那個 概念的時代啦 當然現在 年輕人的一輩子不知道什麼是概念的時代 尤其像我女兒 是在解嚴的那一年出世 現在已經二三十歲了 二十幾歲了 哎呦我們總共在三十歲了 這樣就不妨礙跟我嫁嫁 呵呵呵呵呵呵 啊所以說 真的那是,那是看 言論自由這件事 是生而以生俱來的 就是說他們出事 就是言論自由這個是一定的 不用再懷疑了 但是他們不知道說在過去 為了言論自由 我們是對這個民主前輩 付出非常多 我們最簡單的說就是這個鄭南榮 鄭南榮是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不然怎樣 不然就是在國民黨的撲海下 引火自魂 這是台灣的勇俗 不過他是外生的兒子 我們老實說 所以這台灣 你如果有心認同台灣的 你就是台灣人 不管你是對一生的 不過像他們來弄這種的 有這種影響 像我們台灣人有啦 有哪個戰役法 不然有哪個自魂 不過我們知道說 鄭南榮在百貨幾個十字 那麼在這裡的十字裡面 他都要 當然每天都要叫警察 不然就叫警察去查庫什麼 我那時候 就是鄭南榮的作家記憶 這個事情要經過現在已經二三十年了 才能夠說 不是啊 那時候當然有些朋友知道 但是你們要知道呢 各位要知道 那時候要將國客鄭南榮 要把稿子拿給鄭南榮 我和鄭南榮很很貴民 非常貴民 如果貴民齁 大部分都是那個公共的政策 很多人 看到鄭南榮 拍一張照片 鄭南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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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不可以說我是他的作者 為什麼 你不知道那時候我恐怖 那時候的氣氛是 真的非常恐怖 我是在1980年 開始在中國十六的漫畫 各位你要知道 要畫漫畫 你在裡面 你如果想說 要畫一個 你要把那些 政治人物 畫一張漫畫 我告訴你 就把漫畫上拿去看 你自己在畫什麼 我會說 有關單位 比如說 我們知道 媽政府 現在我們要畫漫畫 現在認同一個漫畫家 你要畫什麼人 你要把那個 那些 媽媽應該叫三人 做到 做到你很爽 也沒有問題 但是 那個時代是不行的 最近各位 可以畫到他的 輪椅 輪椅 那時候 我就開始一個輪椅 你可以畫到他的輪椅 你還可以畫到他的輪椅 什麼 什麼那 二條一 二條三 就是判亂罪 幫你辦 萬一 如果是 用那個名書 幫你繳 我跟你說 那個時代是 苦水立共 說 發音是我們 民眾開的 這樣 的時代 所以很容易 在那個時代 你整個加山 你把它炒掉了 所以我還要害怕 使用 冠軍和財產 都以後 沒有 結果 現在民主自由 我都沒有行 我都沒有錢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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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辦法啦 為一個民主犧牲 啊不可以犧牲 我摸就沒關係啦 呵呵呵呵 啊 現在說起來了 吼 就是那個時代 我要告 這個鄭蘭龍 要怎麼告呢 要那個三幾半 他有他裡面 他裡面有一個便室 三幾半 他有一個地方 頭頭 今天說要喝咖啤 啊這樣就夠齁 塞給他 齁 啊 他才拿回去用 所以那個時代 我跟你說 很恐怖的事情 你知道嗎 齁 所以不怪呢 這個鄭蘭龍 啊 翁先生後 為 為國來 訓國以後 齁 啊這個 要決定要選 啊我和苗國人齁 有革命情感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齁 要選舉的時候 啊那麼 我們這些人 當然啦 這建國烈士的遺孫 齁 一定要把他好好 把他打拼 把他打拼 把他打三天 所以我時候就拚命齁 齁 那紅台天 你知道齁 為了要高雄拜票 紅台天 就要坐分析 那分析是 深激深激 深激 我們在按摩 要怕死人齁 坐到心金膽跳 去到高雄的時候 齁 你知道嗎 紅台天就是 有風有雨嘛 啊在那我以前 記得說 在那個西角國中 齁 齁 在那拜票 啊拜票齁齁 有風有雨 啊還有齁 旁邊這裡一塊里下的 左宣言說 你們如果要來跟 岳居然左宣 你們就不想穿好衣 要給好藍 齁 齁 大家齁 當晚看來不才會說 唉呦 這人這麼甘心齁 會大 那是怎麼 藍到整身區 淡落落 過天又甘無 齁 沒說這樣 就算了 這事情說得很長 那是在民主的過程裡面 齁 有很多生肥 在紛倒 啊 我算了 小小小小小有一點苦勞 一點苦勞 不過你要把鄉居然說 我們 做小孩聽 我們這個時代人 就聽不懂了 聽不懂 因為我們這個 新的一代少年 都沒辦法去想像 說那個時代 言論自由是怎麼樣的被限制 所以 但是 好不容易 齁 再過來 不然報禁而已 再過來是什麼 再過來就是 這個 地下電台 啊 我們怎麼知道呢 那時候有就要突破 那時候電台 跟什麼人 可以有電台 跟黨政軍 可以有電台 跟補照也一樣 報禁先解言 可以 每一個人都不能補照 再來 開始就 要衝擊這個電台 我們知道那個電台啊 那時候最有名的 中廣 景廣 結果呢 我們就一群朋友 開始 要突破 要突破 大家去買那個電台啊 買那個電台啊 那個電台的發聲 設備啊 那些人家家起來 一些 呃 有人差不多五十萬 到幾百萬的都有啦 啊 當然啊 呃 為了 隨時要有警總操齁齁 所以不敢買最好的器材 齁 可以發聲就最好 啊 我記得 那時候 早期齁 其實 這些地下電台 大家 他記得 專門電台的歷史好平 跟南台灣之聲 這都算早期的 啊 那個康英期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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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說 那個 那個 比較慢一點點啊 這樣 啊 以前就是我們這些人啊 在那些黑白床 啊 比如說 那個時候 我對 啊 那時候要去專門電台報音 像那種警察 有夠好笑的你知道嗎 那就是要買裡面 它現在跟你說買對報音 你現在要逃逃這樣走進去 還要注意 世界那裡有人沒有 有人在跟你跟蹤沒有 那時代是這樣 現在慢慢去報音 報音完回來還要煩惱時 走出來還要走那種熱愛 所以那時代很多人 老實講 有人問我 余夫你的時代這樣你會怕嗎 當然趕快 我不趕 大家也趕快 你說文天翔 那個買什麼鎮氣歌的文天翔 文天翔 我跟你說 那是歷史上在殺他 他是當初的人用米露金錢給他誘惑 他實在是用要導航這樣 用要導航 為什麼也沒導航 因為文天翔在最後關頭 因為他說他應該是 我們要訓國 所以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天生很勇敢 所以我常常在跟他 很多在後背 我在做這個運動 我就來說 不是每個人都很勇敢 每個人都會怕 但是呢 在緊要關頭 你有沒有把持 那才是比較重要 有的人喔 要吃十四塊 三個半都沒在反省 對吧 當然我很多朋友過去 總是民主活動的 要去做官 做做人就變成了 變成了很多啦 所以不怪呢 我們這個 台南齁 一位老大 他叫做 安甲戒 安甲戒 有一天看著我說 他第一座 我來搬來台南後 他第一座看著我說 哎唷 他有沒有人都沒變 我說 沒變啊 我想要變 他說 哎唷 你這個日常也沒變 奇怪 你沒辦法沒變 我說的啊 我每個人都沒變 不變 應萬變 不變 應萬變 啊 怎麼知道 就是說 當初啊 我還做什麼 我還叫那個邱宜 創下四大寇 對不對 四大寇裡面 只有我一個 大家都是 比較有能力 所以他們都去 為國家貢獻 但是我是說 我這個人就不適合做官 所以算了啦 所以我都不適合做 不適合做 所以 一地啊 都是 宅押 啊 為什麼我跟各位說 我沒有黨派色彩 我這個沒有黨派色彩 先說給你聽 我們這個 國中像我那個時代的人 差不多這四年級 四年級生 不管四年級以上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欸 國民黨來 你一定要去加入 那個國民黨嘛 尤其是學校軍隊 我就是不加入 這個 爺們 做爺的 就是沒加入 做爺的 就是沒加入 欸 如果說做爺的 叫做有水準 那如果說你們伯 叫做沒水準 所以呢 沒辦法啦 所以我就告訴他們 做爺的呢 就是沒加入國民黨 啊 啊 沒加入國民黨 我會叫我國中 沒加入 告官 照會前叫去 買呢 叫去台北上買呢 說我沒加進 我那時候想說 啊 加入這個幹什麼 我又不是要當官 不是要什麼 啊 然後 對前途有好處 啊 我就想說 啊 我那個 一個國中的 那時候 他跟咪咪咪咪咪 這樣嘛 炒炒味啊 不可以加進 這樣嘛 那也是叫做 大學也是沒有加進 做兵也沒有加進 統統沒有加入 然後呢 跟咪咪咪咪呢 去做什麼 摩咪人 我跟他講的名字 聽到就找 齁 第一任的國會主任 人家說 那把加入民進黨 我說不用 我都不可以加進 任何政統 保持我媒體人 中立的色彩 齁 OK齁 那我現在在講的 講這講一句 是在講什麼 因為你都在講過期 這個就在 這個就在哈記 講的就講過期 不是啦 我是要講到未來 但是我先來講 就是講過期齁 是 外部規範罪 什麼叫外部規範呢 人和媒體都操控在 黨 政 軍 三個的手裡面 所以呢 就是一般人 就可以擔保著 一般人就可以擔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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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 齁 這個電視 齁 都不可以 慢慢地去拖操 拖操 拖操到櫻子 一定都全部開放 但是全部開放 之後才發生一個 很大的問題 哇 這聲音來 變成是 財團 歹退黨政軍 災团啊 就是做爷们的有钱 你们伯父有钱 我自己买起来 买东西在台湾看到的 那个蔡远明 四个买 一家一家每天买 他买做什么 买当然是买向中国说 你看我这样 在台湾 推祖国宣传 这么多 所以不知有年轻人 起来反对 你好大我不怕 来反对媒体垄断 那是说起来也可怜 这个做爷们的 就是你们伯父 已经拼了二三十年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年轻人的一杯 今天又要站出来 说起来很晚谈 真的好像有够晚谈 好不容易把一个外部规范 也就是党政军推翻 让人民有办报 有办媒体的自由 哇 想说我们 我们的后一代 我们从小孩 这代就可能有时候 过到言论自由 快快流流的生活 没有想到说 哇 现在这些又是外财团 就来了 所以 很晚谈 很晚谈 好 这样这个政法 有可能改变 有可能吗 这说起来 要看经格的大局势 尤其是科技和妄罗这件事 所以我经常说 台牌 就是 较爱台湾的 这一排 挺台湾的 不分 不分你是 那个外省 本省 只要你是 挺台湾的 这一排 台湾的 台湾的 在文庸 忙碌 比较传统 比较传统 所以 我记得 我在 在2008年 妈应 叫董萨 我就 哇 这些台湾 差嘛 三好 加一好了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 就有很多人 包括南方硕 包括 有设施的人 看到 很敏 的人 就知道说死了 慘了 台湾 慘了 那慘不是 政治上的慘 不是说民进党 落算 所以慘了 民进党 民进党 要向伦队 不向伦队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 重点 是台湾的监督 台湾的监督 慘了 慘了 老百人 要痛苦了 那时候 啊 一直说 所以 那时候 我现在 一位文庄 我现在 诺诺 战胜勇敢 诺诺 战胜勇敢 怕中国 夹夹死 怕 怕中国 有可能是 这个 中国 要来 要怎么 那时候 大家 尤其是 在 这个 妈 要练习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一个 叫做 王雪峰 王雪峰 王英勤 他做 小孩 HTC 的 老板 跳出来 说一句话 他真是台湾人 我是真是台湾人 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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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看看 没怎么 好 现在 结果说 我们台湾现在 经济坏是 因为HTC 外国 没了 没 HTC 是要买台湾 还是要买中国 还是要买全世界 跟HTC 什么关系 现在 说起来 会介绍 台湾的经济坏是王雪峰的错 请问 王雪峰当然是支持中国 现在 匆匆的 自己的HTC 手机 都不知道是要 对iPhone 不是对手 对三种 不是对手 对中国小米 也不是对手 他本来是希望 要靠中国市场 来支持 他的HTC 所以 HTC 把人 是有 脸部辨识 声音辨识 有九二共识 他要更厉害 比脸部辨识的 九二共识更厉害 但是问题 你看 现在王雪峰 说这个 兵作那个 马团队执政不立 他去怪王雪峰 所以台湾人要怎样 台湾人现在 撒好 结局好了 就是了 所以 你看看 这几年来 只有这些 新闻媒体一部一部 让他们吃吃 媒体 所以媒体都给我们吃 现在开始就又要买 就又没有 没所在堂公园 可怜 真是可怜 中国现在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 得理就是 你们台湾看有什么 你们白都会钱给你买 做野猛的都会钱给你买 你看你台湾的101大楼买 什么都给你买 比他买灰弹更刺激 我跟你说 所以没关系 又扶帽放下去 这样 你们这台湾人 可怜的台湾人 又三号加一号 所以 为什么这个媒体有什么变吗 我是这样看 有一点变化 但是说完全能够得这个电视台 优算电视台倒 你说渔夫有什么优算电视台倒 你又不要说白红 白红就倒了 要最简单就好了 请问一下 不再倒几间 倒到现在 以前我们有所谓的两大报 就是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这个所谓的两大报 我请问你 现在真正的两大报是哪两大报 当然是苹果日报跟自由时报 两大报现在几万分 那和这两小报 所以你不要搞错了 两大报是苹果跟自由 不过 大部分 这个部下都经营得很辛苦 就有资本 那在美国很容易看 美国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中文 现在完全无子化 完全都数位 我再说一间 这个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 我有一年 我年轻的时候 1986年 我记得 那时候美国国务院 邀请我去转美国 去拜访他们所有的漫画家 这一路之后 我如果说 那就是Burn Washington 那就是在什么洗脑 不过那时候美国强大嘛 所以美国人都会欢迎 他们就是挑选那种 他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他们都想到很少人身体 我会让他们带来去美国 去美国参观 那当然那一道的这个流行 总共四十几天 说起来对我影响也很大 但是 你能不能看到就是说 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为了要去拜访 Los Angeles Times的 那个专栏的漫画家 叫做Paul 那时候我看到 Los Angeles Times 我怕四十人 问他说你花钱多少 四百万 四百万 四百万的 那时候中国十五和联合博也费 中国十五和联合博也费 中国十五和号称一百万嘛 对吧 四百万呢 刚才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真的大到的走四人 Invincible 就是 无 我们叫做什么 无敌铁钢 如果没到的 没到的 总的没到的 两千空凤年 跟台湾母 两个人 过去Los Angeles 全部站到Los Angeles Times 在外面 两个在那里 有点感慨 关门啊 关门啊 关门 大吉 变成什么 变成数位 我小时候在看什么Live 什么有的没的 都变成数位 以及我最爱看的美国 有一个科技杂志 叫做Popular Science 我很爱看的 我以前都要走去 有一间进口英文的 英文杂志的切碟 每一期我都要过程 时间给我就要去买 现在要买吗 没有了 No No iPad 摸定 平板电脑 在那边 定定来看 整期了 所以 实在变得很快 啊 切也同样 最近的消息是 英国已经倒了 最近英国倒了八十几家的出版社 八十几家 为什麽呢 因为Amazon就是亚马逊书店起来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哪里 好 各位 最近有看那个新闻 也很深刻 我在那个网络看到 Amazon呢 亚马逊呢 他要做一种特性机 无人驾驶的直升机 所以大家也清楚我们遥控飞机 你现在有救火 他就用遥控 这种遥控的直升机 把你的火 都夹在他的边 砰砰砰砰 basically 不放在你的头上 你连砰砰石 你看看现在ors 技化有好夹 阿这就不用去 Harley面 骑动 交通阻塞 但是 我只看了这个实问 我这就是觉得 そ work 好像这个就在台湾 绝对不可行 阿人就问我 又 numстве不可行 那你有那麽 网络一个建权 kn question 付着人家 這一定会用忙的 哈哈哈哈 订一支iphone 拨讀者给ุ帽子 olika 好啦 這題外話啦 所以現在慢慢就是傳統的媒體 比如說手片也一樣 手片你看 我們可能 比如說什麼亞洲唱片 吉馬唱片 尤其是吉馬唱片的老闆 以前我的名字還算有熟識 又常常去喝熱湯去喝熱湯 現在在那個中校檔樓切斷在賣吉馬麵線 吉馬唱片跟麵線差多少錢 唱片跟麵線 他說沒辦法 現在這個時代就不一樣 所以你想看看 你多久都要唱片 你都不在欺負 所以現在就是世代都不一樣 傳統媒體都在崩潰 但是有一個東西 夠進歌 我無所動搖 無所動搖 電視啦 電視就是客廳的霸主 很多人在現在想 我們在家裡 每個東西都沒有 就是要買一台電視 我們這台人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美國有一個叫做 Pew Research Center 這有總部在研究 他兩年也做一間研究 研究什麼呢 研究這個新聞媒體的 這個收看的人口變化 比如說 他說2012年 美國人 為這個Facebook 比如說你有Facebook 去知道新聞的消息 一定為2010年 到2010年的9% 然後到2012年一定增加10% 這就是19% 換句話說 金嘴新聞的管道來源 不是為那個 當然也是為電視 為新聞 為什麼 但是大部分的人 現在在看新聞 看說我的Facebook上面 我的朋友在說什麼新聞 就是這種人 真假 真假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目前是這樣 30歲 他的研究是 30歲以上的人 會一邊看平板電腦 一邊看電視 30歲以上 你就可能在那裡看電腦 看你的平板電腦 看你的手機 但是你的電視也開了 有可能是這樣 30歲以上 但是呢 他的研究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看那個社群媒體 比如說Facebook 一定 就是說他沒有看電視 他只看他的手機 看他的行動裝飾 平板電腦這類的 去得知媒體消息的 一定到33% 比進 這個 為這個電視 看新聞 反正說 看電視 是 大家知道新聞消息的是 34% 啊 為他看手機 是33% 那就是兩個差不多 兩個差不多 齁 這事情就大條了 大條了 大條了 非常大條 大家說 是哪裡大條在哪裡 簡單 我說給你聽 我們電視是這樣 你如果透過 比如說無線 無線 無線當然就是 你家裡有一個接收盤 你的社區有一個接收 有線 有線 有線就是 要透過有線電視 來傳輸 所以為什麼 這三台是無線 對不對 照理說你三台無線 你就 環境設計有共同的天 有共同的天線 所以你 無線電視台不用進入有線 這兩個應該分開 對不對 那就是 買的也是無線 一定要進入有線 沒有人看 因為所有的管道平台 都在有線電視台 都在有線電視台 所以你 你如果 三台說 我就是無線 我差一點 我差一點 我無線反正 無所不及 我還要給我線 最快 就是買的無線 一定要進入有線 那進入有線 那進入有線 是什麼 你要交付 那些系統台資 你要給他錢 你要拍他前面 你要給他錢 有線 要談判 有線 那都是角頭 沒那麼簡單 所以 因為我在電視台 所以我很清楚 有線 大家都很厲害 你要 你要去拜託 好 現在好了 你進入有線 當然有線 會簽到各個家庭收視付 但是無線如果是100% 有線 再怎麼高怎麼高 也不過就7 80% 他還是會有遺漏了人口 好 那過期的電視的播放 是這樣 不管你有線無線 反正他就是到達你家就對了 你說 我家的 我就不想跟你聽有線 我家家會長 不要負錢 當然可以 好 我要想看無線 就是幾台無線 可以 當然也可以 所以你一定要透過 不管 你如果無線 當然是就可以 但是你其他的電視台 一定要透過有線 好啦 那現在新聞播出去了 OK 現在年輕人 根據他的這個研究 低於30歲以下的成人人口 好像三分之一 在看電視 知道消息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都不知道 都用看手機 好 這個看手機就信不信了 我請問 你的朋友 如果發一個消息給你 或者是說你的朋友 從電視 新聞裡面 去發出一個訊息給你說 今天 譬如說某某電視台 報了一條新聞 我覺得很好 我就送他的片段 我傳給你 你的朋友裡面 比如說你有五百的朋友 你五百的朋友 都同意說 這條新聞 不一定 好 就算說五百的裡面 有一百的人 是 感覺說這新聞很讚 這是我的朋友 漁夫 這是我的朋友傳給我的 好 這樣我就傳出去 所以 每一個新聞 都要經過一個 我們說的節點 就是說 以前的這個電視 是 broadcast 電視廣播嘛 我廣播出去 你們大家 你們要聽不聽 都要被迫接受 現在不是這樣 我的消息 傳給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要傳出去 不傳出去 那就是我的朋友 決定 所以你電視台 你傳給我 做野門的你們背 我要不要跟你傳出去 還是一回事呢 也就是說你電視台的這個新聞 如果是所有的人 都是在看網路 那些電視的這個消息新聞 是這樣喔 你傳 你要廣播 不一定廣播出去喔 你傳給我漁夫 比如說中天新聞 我如果看到這個 全門無俗台灣人的這個新聞台 他就算傳給我 我也把他封鎖 所以呢 他也傳不來 傳到我這裡就停掉了 所以其實蠻有趣的現象 也就是說 如果你自稱為大眾媒體 其實你已經逐漸變成小眾 啊 如果小眾呢 你要傳出去 傳不出去 還要靠你Facebook 裡面那些朋友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人 有粉絲專頁 說要幾個幾個幾個 要幾十萬幾十萬的人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不是你要傳播信息 你就有辦法傳播信息 這樣大家了解嗎 所以 這個情形啊 這個情況到現在來 我跟你說 雖然啊 這個電視台啊 看起來好像 還不錯 但是屬於上 比如說美國的CNN 很明顯的CNN 全世界都有啊 CNN一定連續四年 收視率都慘跌 殘跌喔 2008年的時候 通編了 差不多有四分之 他的這個 美國人啊 會去看CNN 2008年 現在什麼時候 2013年 到2012年到16% 16% 一路往下跌 像馬英九的民意調查一樣 像馬英九的聲望一樣 一直跌一直跌 啊 第二個 現在是18% 不過人家18% 也還要馬英九 9%啦 當然 不能這樣 啊 但是喔 一直 一直跌 美國人家 紙本喔 比較恐怖 我 在一個 通編的中心嘛 看到的資料呢 是這樣啦 美國的紙本 魅絕 是2017年 你說 紙本魅絕 那紙本魅絕 2024年 2024 不合反啦 我想應該 越近了 齁 所以齁 現在變成這樣 齁 就出味了 啊 而且齁 我說 不是美國這樣而已 中國也有一份報道 中國有一個 是騰訊網 啊 這好像中國最大的 這個入口網站 啊 啊 這騰訊網齁齁 就是跟他們的那個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學院齁 齁 去做了一份報告 啊 他的報告叫做 中國網路媒體的未來 啊 那份報告齁齁 齁 我感覺齁齁 齁 真的 有認真在寫啦齁 齁 真的有在認真寫 有認真研究 齁 不過他現在在說的是齁 裡面整片在寫的意思 就是說 除了我說透過關係 齁 透過你在Facebook 你認同一個媒體的消息 如果要傳出去 都要透過 關係網路 也就是說 我傳給漁夫 漁夫要傳不傳 啊 漁夫要傳給我傳 他就要傳給他的朋友 齁 所以這個是叫關係網路 關係網路 啊所以關係網路 透過關係網路的結果 就標是說 服務網路也要進來 你說這句以前是在說什麼 現在是這樣啦齁 你在看電視 電視也在看你 齁 怎麼這樣 嚇死人齁 爭子齁 齁 你是那一本那個爭子齁 那你過齁 不是啦 現在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網路裡面 每一個瀏覽的行為 都是被計算的 被計算的 被計算了 所以他現在就 因為透過關係網路的結果 他就能計算說 你把這個新聞傳給你另外一個朋友 你那個朋友 他又表現出什麼樣的反應出來 他是不是有傳出去 或是沒傳出去 這就能夠當作原件來分聽 這樣聽我的意思齁 齁 所以呢他就會研究得越來越清楚 這就是人家在說 那個 你如果說用比較專業的名詞 你如果聽人家英講 就說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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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幾次 就是說 好比說 你都很關心那些什麼 服裝的訊息 流行的資訊 你的朋友如果 如果團那個流行資訊給你 你就 拚拚趕快就分享出去 這樣表示你這個人的瀏覽行為 你是喜歡服裝的流行的資訊 所以 我就快就知道你喜歡服裝流行的資訊 我拚不夠緊的把我的流行服裝的廣告給你拚拚一拚 拚給你嘛 拚給你嘛 拚給你 不問你說要買嗎 你要不要買 你如果在看電視 在家裡看電視 你見面看的 就是要看的 你要看的嘛 這個行為過去是沒有辦法計算 但是現在都有辦法計算 也就是說 一旦媒體透過網路 那麼 收看的人受眾 就是他的行為是可以被計算 所以服務的內容就可以進來 啊 現在過來就變成什麼情形呢 他現在根據說 你非常喜歡看服裝流行 所以他的電視台 他的 不是電視台就是網路電視 網路媒介這件事 他就跟你說 欸 這樣 經過你的喜好 你平常是要看服裝資訊 所以呢 給你介紹 以下的服裝新聞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了 啊 你平常是都很喜歡看那個 你這是媽媽瓜 你是媽咪 喔 知道你是花癡 還會騙馬咪 所以呢 他就把你掙來說 啊 因為根據你是一個馬咪煎花癡 所以呢 我給你掙 他媽媽媽媽來賣賣多少錢 有個醫生賣多少錢 叫他買多少錢 要買多少錢 這樣你要買嗎 當然我這個逼這樣 比較好笑 但是我現在是要讓大家簡單可以理解 所以 新聞的內容 並不決定於你寫的人 所以 以前很多電視台 比如說我年輕時看到張雅琴 報新聞 那時候我做自立報社的主筆 特別請他來跟我們主筆 吃一頓飯來聽他 說到他的播報新聞 奇怪 我那時候很年輕 張雅琴在報新聞 現在還在報 我五十萬 我們張小姐是永遠的美女 動靈 所以 他一直有一句話說 你給我五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 我那時候在跟他說 張小姐你也差不多 我給你 你給我五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 你這樣 你包打聽 你這樣牽你一眼 順風耳 不然你如果知道全世界的新聞 五分鐘就可以知道全世界 好 那時候是這樣 口號 但是還會這樣 為什麼是這種口號 那種口號就是 簡單說就是 這個 我們說什麼 坐在井底的青蛙 這個井底之蛙 這個井底之蛙 這個青蛙 這個水雞 我們台語說水雞 在鎮壓裡面 看了一個一片天 就是鎮壓上面 那個圓形的 那個開口的一片天 那各位想想看 所有的媒體給你的說 你給我五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 那個全世界就是 他給你的那個 真正的一片天 真正的一片天 以外你都看不到 所以電視台 把你當作是井底之蛙 以後你的真相是真相嗎 我跟你講 各位要相信 以前曾經做過這個電視台 總共還有什麼執行董事 那個人 的漁夫講的話 電視台給你也不叫真相 全部都不是真相 你先不要傻了 你以為你看到真相 看人家的公告 看到要送死 才知道說人家的胖達人 還有什麼相親 還有什麼 環境 只要是公告 你會認為最好的 公告都是假的 一定跟你說假的 一定跟你說假的 我是跟你講說 廣告是假的 你還信他 我現在也沒辦法 大部分人都認為 電視台有報的 就是真的 電視台你都給做 部分的事實 就是部分他要給你的東西 那個井上面的那一片天 是一字做出來 好 他沒有那片天 我也看不到天 怎麼看不到天 你不要上網 所以現在就是說 因為上網就是不一樣 所以呢 現在的世界應該是由蜜蜂來採蜜 你說這到底是在說什麼 簡單嘛 我現在看到有一個消息 電視台 電視台 可能給我看到青蛙的那一片天 那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管大爺 做野門的 他就自己去解釋說做野門的 這句話叫做男子漢 馬上有人去把那個 中國的那個百科 他們的那個 互動百科 什麼 什麼百科 都給他插插出來 說中國的裡面做野門的意思 就是說 不然是男子漢 意思是說你們白的意思 我們馬上給他插出來 所以 你給我那一片天 你的一片天 是在說 做野門的 他說是男子漢 但是我從網路找出來更多的解釋 換句話說 將來 所有的媒體 其實不應該再把 觀眾當成井底之蛙 因為現在有網路 那你說 那現在電視台哪 要還有一條網路 簡單 你就是要導引 這個所有的受眾者 導引一隻蜜蜂 在花園裡採到最好吃的 最好 最香甜的蜂蜜 這樣才是對的 要怎麼做 比較簡單 我現在報一條新聞 相關的連結 相關的不同的意見 去哪裡尋找 你一定要透過連結這件事情 讓更多的人來知道 換句話說 也就是分工跟分享 你要協助所有的受眾者 受聽你的 相關的電視 受聽你的電台 比如說 玩漁夫的這個節目 我在寫的時候 我告訴你 每一個節目都是 一定要思考很久 所以要寫成文章 文章寫完之後 然後還要來這個電台 還要來做播送 播送完之後 還要來做QR Code 做連結 為什麼這樣做 當然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經家做的連結 你也可以看到就說 我這裡所有的資料來源 是有政客沒有 說得對嗎 分帖 別人的看法是怎樣 這樣不真是 不是你以前說 我在做電視 做野門 你們別人給你看 看這裡就看這裡 你在哭搖什麼 不是那個時代 已經 一定不是那個時代 所以這是第一 這個時代已經變 再過來 這個 所謂的專業跟非業餘之間 也改變 古早時代 拿了一台 那台 電視台那台 那台 一台大大要走四人 殺出來 大家走到屁股前 去到訪問的人 看一看 我這支來 我絕對不來 要攝影 現在拿一支手機就可以了 手機做了 我告訴你 身體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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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專業跟業餘之間 的併測 界限模糊 還記得 比教說過期 你是一個作者 我現在一分找 我想要來出版 出版 我不知道要找出版社 來編對嗎 但是現在不一定要找出版社 編 我現在要來編一個十字 我也不一定要找 特別的人來編十字 我自己射三部落格 也是很好 他也有主要把我編的 所以 業餘跟專業之間 一定模糊 一定模糊 再來 因為業餘跟專業之間一定模糊 所以產生的內容 不一定是你電視台比較好 第一 電視台不一定內容你比較好 有喔 我也是有很多 這所謂的人人媒體 也就是說 這意思是 We Media 或者是Self Media 個人媒體 我可能有一個組織 我這個組織可能是 比如說為了愛知病 要拚命 要來做公約 所以我可以做一群人 這群人 大家做會自同道合 我來 寫各種的國書 來寫各種的國書 透過 這個媒體 以前要辦媒體 你當然要政府的行程 你現在幹嘛 不用啊 行程完了 你要有送報生 送雜誌的 送什麼的 你現在還不用啊 你要不要透過有些電視台 要去蓋系統才談費用 也不用啊 網路就自己寫下來 所以這叫做 業宜跟專業之間 一定界線模糊 要出一本車也是一樣 變一變的 像現在這個電腦裡面 iVox 跟什麼Google 都有 你跟ISBN有公司的購買 你自己可以上架 自己就可以去到上面購買 唱片也一樣 你唱一唱 你如果是很高有那個辦法 然後有些那些行銷 你也可以起來 所以業宜跟專業之間 代理人已經不見了 代理人 因為有專業叫有代理人嘛 你專業跟業宜之間已經模糊了 你哪裡來的代理人 是不是這樣 好 這是第二點 這最後一點就是真與實 虛與實之間的界線 也模糊了 那才過去 你在網路裡面 你有可能說 我這個 這個 我這個做大爺們的 你們要來寄一個 寄一個賬號 IP呢 我用透過國外 proxy 那個翻譯成什麼 代理事夫妻什麼 來產生一個假的IP 所以呢 我就可以黑白馬人 看我是要強化總統府 或是要強化什麼人 我幾十歲就對了 我跟你說 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 現在網路裡面 很多大公司 希望你用真實的姓名 比如說你在Facebook上面 要四個人買 你說你用檢舉幾島 你就封鎖了 帳號就封鎖了 你說我只用一個假名 比如說我合作做大爺們的 我在Facebook裡面合作 還是合 我合作林北 說木林 北方的北 你說 你說檢舉幾次以後 你的帳號就取消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所有的網路公司 都希望你的社會的真實身份地位 跟你的網路的真實身份地位 是相同的 為什麼要相同 這參與了很大的相機 你要買東西 你要真實姓名 你要有信用比較好買 在網路裡面 所以你網路裡面 如果沒有真實 我請問你要怎麼買 你要買什麼 對吧 所以真跟實與虛之間 界線越來越模糊 如果這樣 我們知道 將來所有的東西 每一個實體的終端 都有一個虛擰的入口 中海遊樂到底是在講什麼 我會聽不懂 簡單嘛 以後你們家的電瓶箱 我記得這個簡單的就是 電瓶箱的這個 電瓶箱的門 你電瓶箱打開 雞軟也不記得買 魚也不記得買 菜洗也不記得買 這個電瓶箱 他就會去跟你計算 發現說 你這個沒那個沒那個 所以電瓶箱就跟你說 你去到電瓶箱的旁邊 他就會說 這個 我們家已經沒有雞蛋了 沒有 沒有這個蔬菜了 趕快去買去哪裡買 當然這不是過烏 那不是過烏 我意思是說 這是因為 每一個實體的終端 都可以去溝通 都會有那個虛擰的入口 那我這個東西到底做了嗎 我一早就都做好了 在等 這個 如果是去看網路 我在沾一部分 他就有死了 我就特別還有附一個 這個TED的演講 這是一個印度 印度的這個天才 在那個麻省理工學院 MIT的天才 他就說一件事 他說 為什麼我看世界 我一定要拿一個iPhone iPad 我可不可以不要拿iPhone iPad 但是我還是可以看世界 我可以上網 當然不是拿一個什麼 不要拿iPhone iPad 所以我拿筆記型電腦 不是這樣 乾脆這些都不要 所有的裝置都不要 我有沒有可能帶著一個 比如說我手指上 戴的一個攝影機 或者是我頭上戴一個攝影機 或者說我現在寫了一張便條紙 這個便條紙經過拍攝以後 進入到電腦數位裡面 我再加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呢 再把它列印出來 這樣就是還有一個新的資料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當然他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變成 今後你可能說 我們過去 我們說現在年輕人都不會寫字 跟他打字 但是以後可能真的要寫字 打字這件事 沒有違反人性嘛 那什麼叫違反人性呢 那是要經過中間一層困難的學習的 通通叫做違反人性 最簡單就是人的直覺 去學習的那個叫做違反人性 比較說 你之前出事 我們所有的人之前出事 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是 從眼睛看來 眼睛聽來 嘴巴的觸覺感覺來 用偏偏偏來 用手去摸來 這個全部叫做直覺式的學習 其他的你如果說 比如說文字 你要學習文字 這個違反人性 你要學習打字 這個違反人性 中間如果是有經過人為的設計 設計出來的東西 通常會違反人性 違反人性 結果就是有的人是 學到做好 有的人學到做壞 這樣做就不會了 這樣做就不會了 所以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虛 這個實體的終端 都有虛靈的入口 最後大家說 到底 到底電視是 我沒辦法 在這裡給我看 我們現在 這都不用照顧 為什麼 因為這30歲 還沒進入社會 30歲以後 目前在台下讀書 讓他進入社會 我們就知道 這個世界 成為社會的主流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在哪裡 今天講到這裡 讓大家做回來 大家做回來俗課 大家做回來分享 我是漁夫 這是FMQ1.5 主流志山 漁夫主流行 拜拜